當教宗選出之後,新教宗就帶一台禮實 就是和書記主教一起獻上《減恩聖祭》 在《減恩禮實》當中,他講的道理很有意義 他講,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回到耶穌基督那裡 回到耶穌基督這個生命的全員 我們去做的一切,我們所建設的一切 都才會有價值,有意義 離開了耶穌基督,我們所建設的一切 做到很多很偉大的事都沒有用 只不過是一個很空的架構 就等於是NGO或是慈善組織 教會不是,教會是一個聖化的團體 是一個信仰的團體 因此一定要和耶穌基督合意為一 所以教宗我看到,我們每一個人 回到耶穌基督那裡 耶穌基督再一次能夠聖化我們的生活 我們能夠以耶穌基督,超似耶穌基督 每一個人去活出耶穌基督的精神的時候 這個社會就會跟著改變了 所以我們講的改革不是架構上的改革 而是心靈上的改革 因為這個心靈上的改革 回到耶穌基督,越來越超似耶穌基督的時候 這個根深才是一個永恆的 因為架構的改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社會 這個制度不好 我們想換另一個制度 另一個制度我又看到不好 又另一個制度 是一個沒有ending的取代 是不可能的 因為架構最終是人要去遵守 你有再好的架構,人不去遵守都沒有用 所以心靈的改革或者心靈的更新 是這位教宗非常強調的 而不是一個制度上的改變 如果每一個人心靈有所改變 當然會結出美好的果實 這個美好的果實就會是一個美麗的結果 在這個社會上我們可以享受到